那么接着呢,我们要做什么呢,要讲什么呢,就是讲这个什么,关于这个布局啊,页面布局啊,那么这个页面布局呢,我们最终是怎么样呢,实际上是学HTML和SETS,最终是怎么样呢,就是为了做布局吧,布局是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相当于是排版,是不是这样的啊,把文字和图片怎么样,有机的组合在页面上,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叫布局啊,那么目前为止的话,我们还是什么, 比较机械的把什么呢,把一些文字和图片放在页面上吧,是不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我们做这个,比如说做这个,是吧,比如说这个页面啊,比如说这个页面的话,这个页面的话,目前我们是什么,很机械的把文字和文字放在这个页面上,是吧,那么如果说我想把这个文字做两栏呢,比如说左边一栏,右边一栏,是不是不好做啊,目前还做不到吧,是吧,又比如说我们刚才做的这个图片啊, 比如说这个图片啊,这个图片,是吧,这个图片的话,我们这样子是吧,它是左右排的吧,是吧,假如说我想把这个图片进行很规范的排列的话,是不是这样子,比如说上下排啊,好像可以用br是吧,然后我把它上下排的时候,然后居中,然后怎么样,在每一个什么呢,垂直居中对齐,是吧,或者是怎么样子,是吧, 那么的话,我想把什么,这个文字和图片进行有机的放到这个页面上,目前的话我们好像还不好做,是不是啊,不好做啊,那么如何把这个文字和图片有机的组合在这个页面上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需要什么,需要用到布局的一些知识吧,啊,布局的话,那么我们用布局的知识才可以什么样,把文字图片有机的组合吧, 按照我们的意愿,排列在这个页面上,啊,按照我们意愿排列在页面上,啊,那么如何排在页面上呢,就要用到这个布局,啊,布局的话实际上是分为什么呢,分为什么,table布局,啊,这是第一种布局方法,那么第二种布局是什么呢,html加4ss布局,是吧,两种布局的方式吧,那么html加4ss也叫什么呢,div加4ss,是吧,啊,大家也听过吧,听过这个,是吧,啊,好, 那么的话,用这个table布局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学会,啊,如何用这个table进行布局,那么table布局的话也需要,也是什么,它也叫什么,传统布局,啊,传统布局,啊,那么这个布局的话,相当来说的话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布局方式,啊,那么的话我们可以用它来,来把我们的文字和图片有机的组合在页面上,啊,这种方式,啊,叫传统布局,啊,那么之所以说它比较简单,是因为我们用 用table,只要会画table就行了,啊,会画这个单元格就可以了,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学会了,啊,那么这种布局的话,那么还有一种布局是div加4ss,啊,这种布局的话相当来说是比较麻烦,所以说我们要花三四天时间来学这个,下面这一种,啊,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就讲这个,传统的布局,啊,那么你为什么要说讲这个布局呢, 啊,那么这个布局的话,可以对我们什么,对我们这个,下面这个布局方式有借鉴作用,啊,那么也让大家了解一下传统布局是怎么一回事,啊,然后传统布局这种table布局方式的话,目前也有应用,啊,那么它不是主流的布局方式,它现在用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什么呢,我们的邮件里面收到了那种什么,广告邮件,什么,大家收到垃圾邮件,明白没有,垃圾邮件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呢,table布局做的, 如果说你家里面的公司要做什么呢,这个EDM,是吧,这种邮件推广,啊,比如说他们什么,有一个系统一发,就是几万份的那种邮件,啊,那么那种页面的话就是用table布局做的,啊,那么如果要做那种的话,就用table来做布局,啊,好,那么的话,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table布局是怎么一回事,啊,那么大家今天的话也会学会这个table布局的方式,好,那么来看一下,啊,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table布局是怎么做的,啊,好,table布局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画这个表格的话,啊,我们刚才画这个表格实际上也在做布局,是不是这样的,看见没有,我们可以把这个什么文字和图片,是吧,是不是很规范地放到这个地方和放到这个地方啊,实际上就是在做布局,啊,实际上就是在做布局,啊,那么table布局的思想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有这么几点,啊, 那哪几点呢,第一点是什么呢,按照什么呢,设计图的尺寸来设置表格的宽和高,啊,以及单元格的宽高,啊,然后的话,今天的话我们有哪一个例子呢,有这样一个例子,啊,这样一个例子就是什么呢,一个个人简历的,一个页面的例子,啊,那么在这个里面有啊,比如说在这个,呃,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在这个应该是在这个PSD里面啊,是里面有这个啊,这个啊,把它复制过来啊,复制过来,然后放到这个images里面啊, 好,放到这个里面之后,那么的话,来看一下,这个的话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大家看没有,是个这样一个个人简历的一个页面,啊,好,那么现在的话,我们要做这样一个页面,怎么做呢,我们用table来做,啊,用table来做,啊,用传统布局来做,啊,好,怎么做呢,首先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做就行了,啊, 啊,来几点呢,第一点是什么,按照设计图的尺寸来设置表格的宽和高,啊,表格的宽和高,啊,比如说这个,设计图,这个尺寸是不是已经,已经标出来了,再看一下,是吧,整体的什么,宽是800吧,整体的高是不是800啊,高是800啊,好,然后的话,干嘛呢,将表格的border,然后cell painting,这两个属性还没讲啊,cell painting和cell spacing,全部设置为0,啊, 那么的话,这个设置为0之后,怎么样呢,表格,表格的边框和间距就不占有页面的空间,明白没有,它都不占有空间的,那么的话,它只起到什么呢,划分空间的作用,啊,只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好,那么的话,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的话,针对复杂的,这个布局的话,可以在什么样呢,可以在单元格里面再嵌套表格,啊,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啊, 在单元格里面再嵌套表格,然后针对局部的复杂的布局,啊,在嵌套表格的话,可以应对复杂的布局,啊,可以嵌套表格,然后划分局部的空间,啊,这一招是最厉害的,啊,这一招可以 应对所有的布局了,啊,等会我们会演示,啊,然后的话,第四点是什么呢,单元格中的元素或者嵌套的表格,可以用什么, align和v-align设置什么,对齐方式,啊,通过它来设置对齐方式,有没有没有,好, 然后的话,通过属性或者样式来设置单元格里面的元素的样式,啊,那么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 在下这个学的样式的时候,再对它进行一些细部的美化就行了,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践行这什么,前面这四点,来做这样一个布局,啊,实际上的话,我们现在已经具有了这个布局的一些,啊, 这个技巧了,实际上我们还没有实践,那么就通过这个来实践就行了,啊,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页面是怎么做的,是吧,如果说用table布局来做页面, 好,来看一下,那么这样一个页面的话,我们用table布局,啊,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新建一个,比如说这是一个,呃,011,是吧,这个是简历,简历布局,是吧, 点html,是吧,好,存一下,啊,好,存一下,存一下,之后,然后我来新建一个什么, H5的文档吧,是吧,H5文档,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什么,个人简历吧, 个人简历,啊,个人简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怎么做呢,实际上很简单,啊,先什么, 做布局的话,先是从整体,再到局部,没有没有,先做大的,再做小的,啊, 从整体到局部,从上到下,从左到右,是这样做啊,啊,整体到局部,啊, 好,怎么做整体呢,比如说这个整体呢,是一个, 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布局,是吧,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什么呢, 是左右两栏吧,是不是左边一栏,右边一栏呢,啊, 左边一栏,右边一栏,啊,左边这一栏的话,大概宽度是260吧, 右边这一栏的宽度是什么,480,是吧, 480的话,大家看一下它是指的是什么呢,中间的这一块的宽度是480, 是不是这样的,两边是不是还有这个空白呀, 大概的,算一下之后,这个空白大概是多少呢, 是60,那两边是不是30啊,30吧, 30加算是60,60的话就是540, 540加260,是不是刚好是800呀,刚好是800吧,是吧, 好,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30,这个是30,是吧,30啊, 好,那么直接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做什么呢,一个什么呢, 四列的一个什么呢,表格啊, 最大的表格设计成四,四个单元格啊, 一个单元格的宽度是260, 一个单元格的宽度是30, 再一个单元格的宽度是480, 再一个单元格的宽度是30, 是不是可以这么做啊, 好,我把大的框做出来,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好,比如说做这个啊, 好,怎么做呢, 比如说我写一个table啊, table啊, T-A-B-L-E啊,table, 好,那么的话它大概是这样子的, TR,是吧,好,T-D, 然后乘以一个4,啊, 这样一个表格啊, 大概是这样一个表格啊, 好,这样一个表格啊, 好,这样一个表格的话, 我们大概的先给它的宽和高啊, 宽和高是多少呢, 那么宽是不是800啊, 高也是800,明白没有, 宽和高都是800啊, 那么我就给它的宽和高是800啊, 比如说宽度是800, 宽是800,是吧, 好,高度也是800啊, 高度也是800啊, 800啊,好, 那么的话这样一个表格做完之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样子看的话可能看不出效果啊, 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子看的话是没有什么效果的啊, 没有什么效果的, 看不出效果啊, 看不出什么效果, 我们给什么呢, 我们先把什么样呢, 先把这个border加上就行了啊, 把这个border, border讲到说等于一个1啊, 加上啊, border等于1, 好, 我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表格是不是就出来了, 看得没有啊, 出来了啊, 这样一个表格啊, 这个表格出来之后,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先做一点点什么呢, 效果, 比如说, 我想让这个表格聚中一下, 是吧, 聚中一下呢, 可以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align, 等于center吧, align等于center啊, c-e-n-t-e-r, 好, 栓心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聚中了, 好, 聚中完之后的话, 我接着来做什么呢, 来就是做这个尺寸, 是吧, 尺寸是什么呢, 这个是268, 这个是30, 是吧, 这个是480, 这个是30吧, 好, 那么我直接在这里面写尺寸啊, 比如说这个宽度啊, 这个宽度是不是260啊, 260啊, 好, 这个宽度是不是30啊, 是吧, 好, 这个宽度是什么呢, 480吧, 480啊, 好, 这个宽度是多少, 是30, 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 那么大概的这个布局是不是已经画出来了, 已经画出来了, 是吧, 化展之后, 那么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大概的我们来看一下, 上面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点点什么呢, 这个间距啊, 好, 这个间距的话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间距大概可以怎么设置呢, 这里面用一个属性来设置啊, 这个属性的话大家大概的记一下就行了, 因为后面用不到, 这里大概的说一下啊, 这个间距可以怎么设置呢, 在这个什么呢, body里面设一下啊, body里面设什么呢, 来设一个什么属性呢, 设一个top marking啊, top marking的话就等于一个什么呢, 等于一个零啊, 等于一个零啊, 等于一个零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些都是属性啊, 这些都是属性, 不是样式啊, 我们有属性设一下啊, 好, 这个整体的这个布局是不是已经什么呢, 已经画出来了, 是吧, 整体的布局是不是已经画出来了, 换得到接来我们是往里面放东西啊, 是吧, 往里面放东西, 比如说, 左边这个什么呢, 这个人是不是怎么样, 放到左边这第一个格子里面呢, 左边这第一个格子啊, 左边这第一个格子, 是不是相当于是这个TD啊, 是吧, 这个TD我把它怎么样, 把它什么, 回车把它分开, 这个里面是不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啊, 独立的空间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 在里面再放东西吧, 再放东西啊, 好, 再放东西, 好, 好, 那么还有一点的话, 刚刚有两个东西没说, 就是关于这个属性啊, 比如说这个Burger的这个属性, 大家知道是边框吧, 还有一个Sell Pending和Sell Spacing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这里呢, 现在演示一下啊, 有必要还说一下啊, 好, 那么我们打开刚刚的那个, 刚刚的这个表格啊, 刚刚的表格, 比如说我再来写一个表格啊, 在这个表格里面写一下, 比如说我来写一个四行四列的啊, Table, T-A-B-L-E, B-L-E, 假如说是T-R, 然后T-D, 然后乘以一个4, 然后扣起来再乘一个4, 扣起来再乘一个4, 乘一个4, 好, 假如说是这样一个表格是吧, 这样一个表格啊, 好, 这样一个表格之后, 假如说我给他一个什么呢, 我把每一个里面写上数字吧, 比如说这个1, 2, 3, 4, 好, 这个表格的话, 我给他一个border, 是吧, border等于1,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那么这样一个表格, 是吧, 这个表格的话, 因为我没有给什么呢, 没有给宽高吧, 那么他是怎么样呢, 他是通过什么, 通过这个什么, 就是文字自动的把它撑开了, 撑成这么大, 是吧, 撑这么大啊, 那么的话, 好, border是等于1,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实际上还有两个属性没出, 比如说有一个cell pending, cell pending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文字啊, 这里面的文字离单元格, 这个边线之间的距离啊, 我把它设一个字, 大家就看到了啊, 比如说这个是设置一个20, 设置一个20, 大家看一下这个cell pending是什么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啊, 大家看一下这个1, 是不是离这个格子, 是不是更远的啊, 这个就是cell pending, 它就是指这个文字, 离这个格子的边线之间的距离, 明白没有, 这个就是cell pending啊, 好, 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cell spacing是什么啊, 比如说是cell spacing, 还有这样一个, 它是什么呢, 是单元格之间的这个什么呢, 单元格之间的距离, 比如说我再设一个20, 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啊, 再设一个20啊,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刷新, 看一下这个每个单元格之间, 是不是有20的距离啊, 就是这个, 这样一个东西啊, 一个是格子里面的, 什么呢, 这个文字内容, 离格子本身的边线之间的距离, 叫cell pending, 是吧, 然后格子跟格子之间的这个间距的话, 叫cell spacing, cell spacing, 好, 就是这样的两个, 是吧, 好, 这两个属性我们现在理解了吧, 好, 了解之后的话, 我们接着再回来这个地方啊, 回来这个地方之后, 刚刚我们这个地方是不是设了什么呢, 设了这个表格啊, 是吧, 那么现在这个表格的话, 我想让它作为什么呢, 它只作为划分空间, 它只划分空间, 它本身不再有任何这个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说呢, 把border设为零, 是吧, 把border设为零, 然后什么呢, 把cell什么呢, pending设为零, 把cell spacing也设为零, 这个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怎么样, 它不再有任何空间的吧, 但是它本身它是起到了划分空间的这个作用吧, 是吧, 就像国与国之间有个边界吧, 是吧, 这个边界是在那里的, 但是这个边界本身不再有空间吧, 那么如果在空间是不是出问题了, 是吧, 到底这个边界这么宽, 你这个宽的度, 到底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了, 是不是不好说啊, 是吧, 边界就是一个界限, 但是这个边界本身不再有空间, 这样一个意思, 好, 那么这么做完之后,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表格是不是本身不再有任何空间了, 不再有任何空间, 但是它怎么起到划分空间的作用, 那么为了好看的话, 我们还是怎么样呢, 先把border设为一, 方便我们看, 我们弄完之后怎么样, 再把它什么呢, 设为零吧, 是吧,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border设为这样子, 是吧, sail planning和sail satisfaction已经设好了啊, 好, 那么接着我们这个是左, 是吧, 左右两个, 是吧, 布局已经做好了吧, 布局做好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 就是要做这个, 这个布局, 是吧, 这个布局的话, 它只要是这里面整体的是什么呢, 是在左边这个格子里面, 是吧, 整个这个格子里面, 然后这个的话, 我们可以什么样, 在里面再放一个什么呢, 小的table, 这个table的话大概是怎么样呢, 它有什么呢, 有四行, 看见没有, 是不是有四行啊, 四行啊, 有四, 四行啊, 四行, 四行啊, 好, 四行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 就是用它最厉害的一招啊, 哪一招呢, 就是这一招啊, 这个什么呢, 针对复杂的布局是吧, 然后可以在大院格里面嵌套表格, 这是最厉害的一招啊, 那么嵌套表格, 怎么嵌套表格,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属于左边一个格子, 是吧, 是不是这个格子啊, 这个格子啊, 好, 这个格子里面我们还可以写table, 是不是啊, 我们也可以写啊, 写table吧, 写table啊, B-L-E, 写table, 然后这个table的话, 它是什么呢, 我给它一个什么呢, 四行啊, 四行, T-D, 每一行里面只有一个格子, 是不是这样的啊, 每一行里面只有一个格子啊, 然后它们整体呢, 乘以一个四, 啊,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一下, 这个table是不是属于这个T-D里面的, 明白没有, 是不是属于这个T-D里面的, 好, 这个就稍微有点复杂了啊, 稍微有点复杂, 大家肯定会觉得有点绕啊, 你把它这个T-D当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明白没有, 当成一个独立的空间, 那么的话, 在这个里面是不是有什么呢, 有一个表格啊, 是吧, 好, 那么这个表格的话, 它的宽是多少呢, 它的宽的话, 我可以先给成什么, 给到这个两百六吧, 先给两百六啊, 比如说它的宽是两百六啊, 宽是两百六, 两百六十啊, 两百六十的话, 那么高我先不给, 高我先不给啊, 然后把波德设为一, 大家看一下啊, 波德设为一, 波德等于一个一啊, 波德是不是等于一个一啊, 波德等于一啊, 好, 这样给完之后, 然后的话, 我把这个内容插进去啊, 内容插进去, 比如说第一行里面啊, 第一行里面是不是这个什么呢,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什么, 人物的图片啊, 人物图片啊, 好, 我们把这个人物图片先拿过来, 是吧, 这个图片实在已经拿进来的吧, 在Images里面啊, 那么的话, 我们把这个图片插入进来, 插入怎么插入啊, 就在这个TD里面吧, 好, Emerge, src等于这个Images下面呢, 这个什么呢, 有一个person.png吧, 把它放进来啊, 放进来,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人物的是吧, 好, 接下来还有文字吧, 是吧, 好, 这些文字的话, 我们在这里面也提供了啊, 在这个里面也有啊, 在哪个里面呢, 在这个资源里面啊, 在这个课程资源里面有啊, 图片资源啊, 在这个PSD里面啊, 这里面, 我在这里面啊, 在这个, 里面几时里面, 这里有个什么, 个人简历的文本吧, 大家看一下啊, 好, 这个文本里面那么有这些文字啊, 这些文字啊, 比如说我把这个文字把它复制过去, 是吧,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之后, 把它放进来啊, 比如说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比如说放到这个地方来啊, 好, 放到这个地方来之后, 我可以怎么样呢, 把这个文字拖进去吧, 它怎么拖, 比如说把它选中啊, 把它选中完之后, 然后把它拖到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么拖进来啊, 好, 拖进来之后, 大家看一下这个时候这个地方, 这个, 这个table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啊, 好, 这个放进来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table是什么样子的啊, 好, 这时候来刷新一下啊, 好, 这个, 好, 刷新一下, 刷新, 那目前是不是这个样子啊, 好, 这个样子的话, 那么这个什么样呢, 这个table, 这个小的table是相当于这个单元格什么呢, 垂直居中吧, 是不是垂直居中啊, 垂直居中,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来调一下, 比如说这个table我也希望它, 这个框线不占有任何空间,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先怎么样呢, 把这个cell padding和cell spacing也把它设为零吧, 设为零啊, 好, 把它设为零, 好, 把设为零之后来看一下, 那么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边线就变得小一点吧, 那么等会我们把边线的什么, 拨着把它设为零, 是不是不再有空间呢,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图啊, 观察一下啊, 这个效果图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图片和这些文字好像是怎么样呢, 没有完全的顶格吧, 而且整体的它是靠右的是吧, 这个是不是靠右啊, 这个也靠右啊, 这个靠右, 这个靠右啊, 那么靠右的话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每一个什么里面写它, 给它写一个什么, align等于什么, right吧, align等于right, 是不是靠右啊, 靠右啊, 好, 这个等于right就靠右啊,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靠右排啊, 靠右排之后大家还是觉得这个好像跟这个还是不对是吧, 这个的话怎么样呢, 它是, 它是这边有点距离是不是这样子啊, 有点距离, 大概是, 大概比这个距离差不多, 大概都是30是吧, 30啊, 那么实际上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这个表格我们可以什么, 我们不给这么宽啊, 表格不给这么宽, 我们给它200可能可以啊, 给它200啊, 好, 给它200之后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那么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是这么宽吧, 好, 这么宽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这个表格给它居中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居中一下啊, 大概居中一下, 那么两边是不是都是30啊, 好, 居中一下, 那么这个表格再给它一个什么呢, align吧, align等于什么呢, center啊, center, 好, align等于center之后, 那么这个刷新一下, 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居中了, 好, 居中了, 好, 那么这个左右的这个排列我们好像已经完成了, 是吧, 那么这个整体的好像是靠上一点, 是吧, 靠上一点吧, 靠上一点啊, 好, 整体的是靠上一点, 是吧, 是不是靠上面去这一点呢, 靠上一点啊, 靠上一点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先把它调上去啊, 调上去什么调呢, 我们可以这么调啊, 那么, 大家要注意了啊, 好, 这个table是不是相对于这个td, 它是它里面的一个东西啊, 啊, 那么这里面这个东西, 我想它靠上排怎么写啊, 我们刚才不是学的吗, 就是有什么属性啊,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virline属性是吧, 啊, 在这里啊, 这个td里面是不是有个virline属性啊, virline属性是不是可以让这个元素什么呢, 靠上靠側或者靠下排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td里面写它一个virline, 是不是就可以啊, 好, virline, 等于一个pove, 是不是可以啊, 好, virline等于一个pove之后, 那么这个是不是上去了, 好, 上去了啊, 好, 我刷新一下啊, 这个关掉啊, 好,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就上去了, 好, 上去完之后,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东西还不是, 还不对啊, 为什么呢, 它还是靠上面有一点距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有点距离啊, 好, 那么这个距离大概是多少呢, 大概是100吧, 估一下, 大概是100啊, 因为这个时候目前没有这个, 啊, 这个什么呢, 量的工具啊, 我们大概估一下, 大概是100啊, 大概是100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在上面再插一个单元格, 可不可以啊, 插单元格, 然后这个单元格的高度是100, 可不可以, 啊, 那么再插一个单元格怎么插入呢, 啊, 在这里插入啊, 好, 再来一行啊, 比如说再来一个TR, 啊, 再来一行啊, 然后这个时候再来一个什么呢, TD啊, TD, 这是插了一行啊, 插了一行啊, 比方说我随便写个东西啊, 写个1啊, 看一下, 好, 我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多了一行啊, 多了一行啊, 好, 我把这一行把它高度给它一个100, 是不是可以啊, 100之后那么的话, 我来刷新一下, 那么它是不是撑下来了, 撑下来吧, 好, 撑下来之后, 大概的这个距离就做好了, 我们接下来把它的什么呢, 把它的border设为0, 这个布局是不是大概就做好了, 好, 刷新一下, 那么大概这个布局是不是换好了, 是不是就换好了, 这样就换好了, 好, 那么你可能说这个地方啊, 这个1可能就不要了, 是吧, 这个1就不要了啊, 1就不要了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你可能会说这个地方好像有个背景色, 是不是这样的啊, 有背景色啊, 那么背景色的话, 我们再讲另外一个这个属性啊, 这个属性是设置背景色的啊, 那么的话, 后面我们再什么呢, 再用样式来做啊, 今天再学一个背景色啊, 背景色的话, 它是属于这整个的这个TD吧, 整个这个TD啊, 这个TD我们设置一个背景色, 那么在这个TD里面是吧, 好, 那背景色怎么设呢, 这个BGColor啊, 这个是BGColor啊, BGColor等于什么呢, 等于这个有个背景色它已经写了是吧, F2, F2, F2是吧, 好, 把这个背景色写到这里来啊, 好, 写到这里来, 仅靠啊, F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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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好, 这写完之后看一下啊, 好, 来刷新一下, 是不是有个背景色啊, 好, 背景色, 那么这个这一块的布局是不是做好了, 做好之后, 我们大概的可以怎么样呢, 先把它这个什么, 设为0看一下啊, 大概的这个什么呢, 左边这个地方大概是不是布局不好了, 啊, 那就这么做了啊, 这个原理就是这么做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同样的我们来做右边这个地方啊, 原理都是一样的, 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右边这个地方怎么做啊, 好,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 那么是它是相当于我们还是把这个打开吧, 是吧, 方便我们观看啊, 好, 01啊, 好, 右边这个地方的话是什么呢, 是在这个格子里面放东西吧, 这个格子是哪个格子啊, 第三个格子吧, 是这个格子吗, 不是, 是这个格子吧, 这个480的这个格子啊, 好, 把它敲开, 是不是这样的啊, 现在里面塞东西就完了吧, 塞东西怎么塞呢, 来看一下这里面有什么东西, 首先是什么, 这样一个图片吧, 是吧, 这样一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的话实际上已经提供了啊, 这个图片已经提供了, 好, 来一个图片呢, 那么在这个资源里面有啊, 好, 在这个, 嗯, 这哪里啊, 这个是吧, 这个实在已经提供了啊, 这样一个上点片机, 再一个图片啊, 好, 我把它复制过去啊,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然后放到我这个里面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粘贴,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好, 放到这个里面来啊, 放到这个里面来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来直接把它放进来, 是吧, 放到我的这个里面来啊, 在这个T, 这个TD里面, 是吧, 在这个TD里面啊,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我可以什么呀呢, 做一个table, 只有一个格子, 然后插入这个图片也可以, 是吧, 插入这个图片啊, 那么实际上也可以直接放, 直接放, 比如说我把它Image直接放过来, 放过来的话, 这个时候不方便我们什么呢, 做一些兼具吧, 好, 我们直接还做什么呢, 做只有一个什么格子的一个table, 这个TD也是一个独立的空间吧, 那么的话, 我们来做一个只有一个格子的table, 只有一个格子的table, 比如说这个是table, table, 然后是TR, 是吧, 然后再就是TD, 好,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是吧, 这样一个的话, 我们把这个图片把它插入到这个TD里面, 是吧, Image, Src的话, 等于这个Image下面的什么呢, 这个, resound.png吧, 这个是吧, 好, resound.png, 好, 那么这么放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效果是怎么样子的, 放进来之后, 看一下它的效果, 好, 我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放进来了, 好, 放进来之后, 好像也还是不对, 是吧, 很不对吧, 是吧, 首先的话, 这个应该是靠右排, 是不是这样的, 靠右排啊, 靠右排啊, 好,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先把这个table, 先把它做一下啊, table, 我可以给它什么呢, 给它的宽度是什么呢, 480啊, 是吧, 宽度480, 然后把它border显示出来啊, border价格等于1啊, 然后的话, 把它的salepng和salespacing, 也把它设为0吧, 设这个是让它什么样子呢, 不再有任何空间吧, 不再有任何空间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把它设一下, 好, 不再有任何空间啊, 好, 我来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table吧, 这样一个table啊, 好, 这样一个table啊, 好, 接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什么呢, 个人简历首先是什么, 它是靠右排的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图啊, 它是不是靠右排啊, 而且是靠上, 是不是这样的, 好, 我们先把它靠右排了, 什么靠右排呢, 那么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 align等于right, 是不是有靠右排啊, 好, 这个t里面给它一个align, 等于一个right, 好, 这个是不是靠右了, 靠右了啊, 好, 刷新一下, 它是不是靠右排了, 好, 接着它是靠上, 靠上的话, 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让这个小的table, 相当于这个什么, 外面这个大的td, 整体向上, 设什么, 设v align吧, v align设在哪里呢, 设在这个td里面吗, 设在这个td里面呢, 这个肯定不能设在这里吧, 是吧, 那么这个v align设在这里啊, 设一个v align等于一个top, 它是不是就上去了, 好, 好, 我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整体上去了, 好, 上去的时候好像也不是顶格, 是吧, 还是有距离吧, 有多大的距离呢, 大概是有什么呢, 也是80吧, 是吧, 80啊, 好, 大概是这个距离吧, 估一下啊, 估一下, 大概是这个距离啊, 好, 那么这个距离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在这个table, 我可以上面再加一个代用格, 是不是可以啊, 加一行啊, 加一行, 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再加一行啊, tr啊, tr, 然后是td, 反斜杆td, 然后再反斜杆tr, 是不是加了一行啊, 加了一行之后, 我把它的什么, 高度啊, 这个高度的话再怎么样, 给它一个80是不是可以啊, 给一个80啊, 好, 给它一个80, 我再来看一下, 它是不是被撑下来了, 被撑下来了之后, 接下来的话, 我把它的border把它给设为0, 设为0之后, 它是不是怎么样, 这个, 是不是就放好了啊, 好, 这个布局是不是放好了啊, 好, 这个布局放好之后, 接下来的话, 下面的, 下面实际上是内容, 实际上是原理都是一样的啊,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下面有一条线吧, 是吧, 有一条线啊, 这是不是有一条线啊, 好, 这一条线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那么用到我们的一个什么, 呃, 一个不用的标签, 在这里大概介绍一下, 一个什么不用的标签呢, 已经淘汰了标签, 那么可以用,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用什么样式来写波折就行了啊, 那么一个不用的标签是什么标签呢, 就是这个HR标签啊, 好, 这里写一个HR标签, HR标签它目前它的作用就是什么呢, 就是画一条线啊, 画一条线, 好, 那么它是单个的标签, 我规范的写法就是写一个斜杠, 是吧, 写一个斜杠啊, 好, 那么这个是这个小格, 小表格吧, 小表格下面有一个HR, 是吧, 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画一条线啊, 刷新一下, 这条线是不是出来了, 好, 那么你说这个线上面好像有点间距是吧, 是不是有间距啊, 有间距的话我可以再怎么样, 可以再加一些换行吧, 好, 在这个地方加个换行啊, BR是不是可以啊, 好, 下面再加个换行是不是可以啊, 好, BR, 好, 加个换行再刷新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是吧, 好, 那么下面的这个, 再接着做下面这个啊, 做一个大家就清楚了啊, 这一块怎么做呢, 同样用表格吧, 这个表格的话是什么, 是吧, 再画一个吧, 是吧, 比如说这里,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有六行吧, 六行, 然后两列吧, 是吧, 六行两列的一个表格啊, 好, 那么我们接着在下面画, 是吧, 在这个, BR的下面接着画表格, 是吧, table, 是吧, table, 然后是, TR, 是吧, 然后是TD, 两列吧, 就乘一个二,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是六行吧, 六行, 或许来乘以六吧, 乘一个六啊, 乘一个六, 好, 这个是不是做好了啊, 做好之后, 接着那么它的宽度的话, 一样的, 我把这个, 这位考过来啊, 啊, 宽度是四百八吧, 然后4的等于0, 是吧, 好, copy一下啊, 把它放进来啊, 放进来之后,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啊, 接着的话, 那么这个表格里面的这些文字, 我们怎么放呢, 一几个放进去就行了, 是吧, 好, 那么接着看一下, 那么这个第一行是不是什么呀, 是不是合并的, 是吧, 合并的话, 那么我们可以把第一行进行合并一下啊, 合并一下, 那么这个是第一行吗, 第一行合并啊, 那么的话这个, 这个是什么, Cospan吧, Cospan啊, Cospan等于一个什么, 二吧, 就合并的吧, 是吧, 合并完之后, 那么这个TT就不要了吧, 是吧, 就不要了啊, 好, 好, 那么大概的话啊, 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我们把拨的给等于一,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拨的等于一啊, 然后给个高度吧, 没高度它也没东西啊, 好, 高度, 高度的话, 等于一个, 假如等于一个200吧,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啊, 好, 我刷新一下, 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表, 我就画出来了, 在下面是吧,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把内容放进去, 是吧, 好, 内容怎么放呢, 那么这个里面有啊, 好, 把这内容拷过去啊, 好, 复制一下, 然后的话, 把内容放到这里来, 拷费这里来, 好, 拷费到这里来之后, 我们一点点的拖进去啊, 这点比较快啊, 比如说这个的话, 是看到这个哪里了, 放到这里是吧, 放到这里啊, 好, 然后的话, 这个内容确实不好, 好, 我这反的拖进去吧, 这样子放到这里是吧, 反的是吧, 这样子放到这里来, 我这反的拖进去吧, 这样子放到这里, 我这反的拖进去吧, 这样子放到这里, 我这反的拖进去吧, 我这反的拖进去吧, 好, 这么做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 基本上放好了是吧, 基本上放好之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border把它取消掉吧, border取消掉, 等于0, 是不是这样子, 等于0, 那么这个是不是, 这个布局就做好了, 布局就做好了, 好, 布局做好之后, 我们可以把整体的这个什么呢, 整体的这个也把它取消掉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等于0, 好, 整体的等于0, 刷新一下, 是大概是这个样子啊, 好,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个人基本情况, 大家看一下啊, 个人基本情况的话, 这个是不是加粗的是吧, 加粗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大概了啊, 用这个, 用这个加粗的标签吧, 加粗的标签啊, 那么可以用这个, 这个必标签是不是可以加粗啊, 加粗啊, 好, 加粗了啊, 好, 那么包括这个姓名和籍贯,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这样的, 啊, 姓名和籍贯啊, 好, 那么的话这里给大家看一个技巧啊, 什么技巧呢, 就是同时操作多行, 大家看一下啊, 那么怎么操作多行呢, 比如说我选择一行, 选择一行, 然后的话按住这个Ctrl键, 按住Ctrl键, 啊, 点这个, 点, 点, 是不是可以操作多行啊, 啊, 点, 再点, 再点, 是吧, 然后, 输入一个, 这个, 是不是可以啊, 好, 我是不是操作了很多行啊, 好, 接下来的话再来, 在这里点一下, 啊, 先不按Ctrl键, 在这里点一下, 啊, 然后按住Ctrl键, 点这里, 点它, 点, 再点, 是吧, 是吧, 好, 然后是反斜杠这个什么呢, B吧, 好, 哎, 有一点点问题啊, 这里有点问题是吧, 出披露了, 70是吧, 多少行, 61行是吧, 61行啊, 好, 这么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是吧, 那么刷新一下啊, 是不是这样的, 大概就排好了是吧, 好, 好, 那么这个做好之后, 下面这两块是不是很好做啊, 下面这两块啊, 下面这个, 下面这两块是不是很好做啊, 实际上是一样的是吧, 一样的啊, 我们来做一块就行了啊, 做一块啊, 好, 做一块的话来做一下啊, 那么大概是, 把这个table可以复制下去是吧, 这个table是不是可以复制下去啊, 好, 复制下去之后, 然后是, 这个啊, 好, 这个高度我可以先不给啊, 高度不给的话, 它可以撑开了, 是不是啊, 啊, 然后的话, 它大概是, 这个有什么呢, 就是这个是三行吧, 是吧, 三行啊, 就是什么呢, 三行一列, 是不是这样的, 三行啊, 三行一列啊, 三行一列的话, 那么这么写是吧, 那么里面有三行, 好, TR, 是吧, 然后是TD, 啊, 然后是这个整体的什么呢, 整体的乘以一个三吧, 是吧, 好, 乘以一个三, 是不是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样子, 然后的话, 我们把文字拿过来, 是吧, 文字拿过来, 啊, 好, 复制一下啊, 复制一下, 放这里来啊, 然后把它拖进去, 是不是可以啊, 这里放这里啊, 这里放这里, 这里啊, 好, 那么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啊, 好了, 刷新一下, 是吧, 大概是这样子吧, 这样子的话, 那么它们之间应该是有距离的, 是吧, 有间距的啊, 有间距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这里面用换行吧, 是不是换行啊, 换行啊, 好, 一二, 一二, 好, 好, 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就做好了, 是吧, 做好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加一些什么呢, 可以给它一个高度, 是吧, 给它一个高度的话, 它就可以分开了, 是吧, 比如说高度的话, 会给一下, 给个height等于, height等于, height等于一个80, 看一下啊, 80的话, 那么它们是不是可以分开一点, 大概是这样子吧, 是吧, 好, 然后的话是怎么样, 固定的地方加出吧, 是吧, 用这个b表现加出啊, 比如说这个, 好, 这样子, 是吧, 点一个地方, 按照Ctrl键, 然后点它, 是吧, 点它, 然后是, 这样子吧, 是吧, 好, 接着的话再来点它, 是吧, 然后是按Ctrl键, 点这里, 点这里, 是吧, 然后是, 这会儿没有出披露吧, 好,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做好了,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做下面这块是一样的啊, 下面这块是完全一样的吧, 一样的啊, 好, 这块把它复制下去就行的, 是吧, 复制下去, 然后文字替换掉就行了啊, 把文字替换掉就可以了啊, 好, 这样子啊, 这个再把这两个法拿下来啊, 好, 那么的话啊, 好, 把文字拿过来就行了啊, 好, 这里还有个自我评价, 还要没坐上去, 是吧, 大家可以试着坐上去啊, 这坐上去, 然后的话, 把它放到这里来, 所获证数, 是吧, 嗯, 好, 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这个意思啊, 然后这个, 好, 这样做完之后, 来看一下效果啊, 好, 再来刷一下, 是吧, 那么这个所获证数, 是不是也做好了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用什么, 用这个table来进行布局啊, table来进行布局啊, 好, 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 难不难啊, 这个, 不是很难吧, 实际上是稍微有点繁琐, 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掌握了基本的这个原理, 是不是就可以做出来了, 是吧, 基本原理, 实际上就是表格里面, 签套表格吧, 那么唯一有点绕的, 就是那个v align, 是吧, 这个v align, 让它靠上, 就是加在哪个地方, 是不是这样的, 加在哪个地方就行了啊, 实际上就是什么, 画表格吧, 你画几行几列的, 自己要清楚, 是不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画几行几列, 是不是这样的, 好,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传统布局, 是吧, 因为传统布局的话, 这个东西下来说是比较简单, 所以说是可以很快地学会的, 好, 这是关于这个表格的布局, 好, 大家那么下去的话就把这个什么历史做一下, 好吧, 把这个历史做一下, 那么再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布局的一些基本的思想, 好,